就打算打算把这一片全部清掉 做我们的一个公业基地 黄经理 黄经理 刚刚医院打电话过来 说给我妈 是因为通知单了 我得赶紧过去医院 你能不能提前预支几个月工资给我 不是我说你啊 你整个事情那么多 你这话还想不想干了 可是 可是我妈都下病危通知单了 实在没办法 黄经理 求求你 求求你 你去帮我一次吧 你现在急也没用啊 这财务都请了一个月的假了 我是想帮你啊 但我也帮不了你啊 你啊 还是回去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啊 你女 小兄弟 我这卡里有两万块钱 你先拿去挤用吧 算是我个人借给你的 等你以后有钱了 再还给我 谢谢老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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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那我先去医院了 哎 等一下 你女儿在哪儿在医院 高丰医院 高丰医院 嗯 这样子吧 你坐我的车 我送你过去 那怎么行啊 你都帮我这么大忙了 我就不麻烦你了 没事 这工地附近也叫不到车 我先到送你 你先去车里等我吧 谢谢老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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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以后再说吧 哎 你不用这样子吧 老板 你送我去医院 已经够麻烦了 这身上脏 怕弄脏你的车 小兄弟 你不脏 外表不重要 重要的是内心 你是这个城市的建筑师 你用你的双手 进前那么多高楼 你非常两不齐 如果没有你 也没有这一栋栋的高楼 公司 你不会正正的理想 你穿下衣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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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里 你穿下衣服 上海 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